请问老者 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 怎么改成小儿城了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远道而来 正是 原本这是比丘国 这如今改名小儿城了 请问老者 把国改成城 想必有什么缘故 小儿 这叫什么名字 那就是老儿死了 小儿当国王了 你要是赶路那就赶紧走 别再多问了 快走 老头 别走 快走 老头 悟空 走吧 师父 有国就有国王 对 咱们去换官文 对 走 我们来玩 rsac motif 这色怎么没见着几个人 还都躬丧着脸 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 师傅 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悟空 您去看一看 师傅 师傅 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 都是小孩子 你说这人都怎么了 真能怪了 悟空 这里是什么风俗 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啥师弟 这我知道了 今天是凉晨即日 都是娶亲的 二师兄 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这一定是娶亲的 快点走 前面有管义 走 这道 你别挡路 快走 师主 管义 请代为通报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 前来导唤观文 圣僧们请稍后 我去通报一下 多谢 快去吧你 四位高僧 请进 多谢 走 好 师傅 师傅 请进 请 师傅们 请进 多谢 请进 请进 四位高僧 请坐 请坐 小家伙 你别哭了 我抱你一路 怎么热乎 这孩子撒尿了 你这小家伙 撒哪不好 你撒我一身 你这孩子 这孩子你猜什么 好了宝剑 擦散就成了 别摔这孩子 这孩子 这孩子 这孩子是我师哥的 对方 别胡说 不是你谁的 八戒 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师傅们 大白天的 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 就不怕遭来灾祸 你这老孙怎么这么说话 我们做了好事 怎么着还惹着灾祸 义官大人 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 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师傅 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义官大人 贫僧有一事相求 有劳大人指教 圣僧有何吩咐 只管说吧 一路行来 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 你们这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 就是 为什么那笼子里装的都是小孩 师傅们 千万不要问其此事 你们赶紧吃饭 早点睡觉 明天捣换了关门 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是非之地 还是不要问得好 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摘饭 老官 老师 别走 你把我师傅说清楚 我老如就不让你走 是啊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 义官大人 不必害怕 这里没有别人 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就是 田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 倘若有什么冤情 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你倒快说 好 师傅 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 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 招什么灾祸 你怎么做这个 给我 给我 阿弥陀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来 师傅 有话你听说 听他说 请大人说吧 师傅 我把事情说出来 可千万不能走路出去 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 下官也脱不了干系 大人尽管放心 提起鹅龙之事 乃是当今国王无道 怎么无道 这原来叫比丘国 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孝儿城 是百姓改叫的 三年前 比丘国王到城南柳陵坡去打猎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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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有赏 别的跑了快 抓住他 快抓住他 抓住他 快抓住他 抓住他 别的跑了快 哪去了 是啊 这么快就没用 那边去了 小女子 小女子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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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啊 怎么躺在这里了 小女子今早起来 一往外婆家去 不想迷失了路途 过度劳累 想在此歇息一会儿 没想到就睡着了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 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入宫 你愿意吗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不用禀报了 你跟着孤王进宫 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 领他们一块入宫 不就行了 小女子遵命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可不是 这怎么邪恶令 你骑什么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 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 日夜寸步不离 阿弥陀佛 只怕不是什么好事 自从她进了宫 国王就把三公娘娘 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 不多久她就废掉了王后 册封她为美后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空下层贤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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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r exceptional 快起来 美后不要多礼 陛下 陛下 今宇借良辰之计 天道为陛下和万千之喜 你是 陛下 这是我的父亲 既是父亲大人 那就是国障老 好 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障 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谢陛下 谢陛下 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障 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 可以自由出入宫殿 是什么样的人 那国障是个什么样的人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 下官也不曾见过 是个道人 什么道人 只怕是个妖怪 看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 日夜在后花园饮乐 瘫痪不已 再也不问朝政了 只弄得精神恍惚 身体瘦弱 饮食不尽 不问朝政了 陛下 美后 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 陛下 慢点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 为什么不严医治疗呢 谁说不是啊 可他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这 如此 这可怎么办呢 国长说 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 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 就等着药引子了 是什么药引子 是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 国长是御医 什么意思 他怎么能成了御医 他要是御医 你老孙就是御皇大帝 对 你就是御皇大帝了 是不是 是 师父 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 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关于门口放鹅龙之事 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 把孩子放在鹅龙里养起来 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 谁能舍得 可王法如山 不从 不从就要超战全家 谁敢不尊 师父们 明天一早到宦官文 千万不可提起此事 免得遭来灾祸 我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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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 药引子凑齐了吗 齐了 明天五十三刻 取了新肝 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古王的病又救了 待古王的病好之后 一定要终上国障 谢陛下 好 好 昏君 昏君 为你贪婚艾美 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我说师父 师父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 他伤他的子民 关你什么事 八戒 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 血肉之躯 岂能任意伤害 我还没听说 是人心肝能易受延年的 师父 你先别烦恼 明天早上导唤官文 你看看那国障 到底是什么货色 好 皇后娘娘 瞧你 吓了我一大跳 小点声 怕什么 国王睡着了 我叫人看着呢 这会儿你该陪我了吧 那国王咽气了吗 快了 没几天了 等他一死 我就成了比丘国的国王了 你就是我的皇后娘娘 你就是我的皇后娘娘 也不忘我下季走一走 娘娘 我在这儿呢 国长也在 有什么事吗 陛下醒了 在找您呢 我知道了 就去 美后 美后 我的美人 美人 陛下 我来了 还有谁 是我的父亲 我来看你来了 国王陛下 国长来了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国长 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陛下 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 保管陛下 药道病除 东土大堂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高僧免礼 请坐 谢陛下 请坐 久闻大堂乃礼仪之邦 谨见法师仪表堂堂 果然是名不虚传 多谢陛下夸奖 陛下 贫僧西区取经 还望陛下恩准 请不认识 导换通关文碟 好 国长到 国王陛下 国长请坐 谢 陛下 多日不设早朝 今天怎么亲临大殿 今天有东土大堂高僧图经我国 难得一堵风采孤儿设朝 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 贫僧奉大堂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 值得你不愿万里去取经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大堂高僧啊 正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 不知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元都罢诸法皆空 只要素素纯纯 寡爱欲 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这和尚瞎说 你们苦修参禅 盲修瞎裂 怎比得我 修仙者古至清秀 得道者神之最灵 采天地之灵气 得日月之华经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静而千种穷 心静则光明普照 心成则万静皆空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 使符水出人间之妖愤 才满天华彩 表妙道之阴气 大乔若拙还之世事无为 不惠诗恩成事修行之本 但是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你竟禅士教寂灭阴神 涅槃一丑壳 终超脱不了凡臣 真情无欠又无余 生前可见 幻象有情终有坏 分外何求啊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 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 三教之中无上品 古来为道独成尊 我们佛家都赢了 时辰已到 来人 把药引子拿出来 是 国障 是什么药引子 就是灌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对 赶快去哪 师傅 这国障是要紧 老孙吃吃就来 多谢陛下为我们捣唤观文 陛下身体不爽 还望多多保重 好 贫僧告辞了 圣僧请 下次见 我找个人 画的 好 可以 但实际上 这边有空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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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么大坑 我看这风多半是大师兄弄的 这大风 来 把门关上 使劲 陛下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 把各家街上的小孩连炉子都刮走了 什么 哪儿来的风 这真是天要丧我 过账了 要银子没有了 可怎么办 国王不必着急 你再派人去捉 不 有比这更好的 什么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 如果用他的心肝如药 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 这合适吗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 非如此不可 那你怎么不早说 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 可他现在已经走了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 把他请到殿上来 等他一来 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好 悟空说 那个老国障是个妖怪 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师父 糟了 悟空 怎么了 阿老孙刚才弄了阵风 救了那帮小孩 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 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 这不是糟了吗 得 这下好好 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那不要紧 有咱们保护师父 趁他们还没来 咱们赶紧走 怎么走 那师父 我们要是走了 那妖怪不除 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师父 你要是不走 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 挖你的肝 你别胡说八道的 有大师兄保护 哪能让妖怪吃了食物 那时候他不走 你看你 不要吵了 我说悟空 你看该怎么办 师父办法倒是有 只是你得受点罪 这要能清除那妖怪 受点罪怕什么 那好 八戒 你去和点泥来 要泥干什么 就这样 这你就别管了 快去 我就不去 一分钟就我去了 我不去 八戒 或者洗泥 你怎么不去 哪有泥 哪有泥 哪有 哪有泥 还挺深的 挺好 可以 让人家干 他就不干 找泥巴 还要吸泥 怎么回事 没睡 有了 你们几个 堵住后面 开门 来了 你是一官吗 在下就是 东族长老住在你这吗 就在上面 长官 请随我来 这边写 这是什么味道 师傅 小声点 悟空 怎么有股尿骚气 师傅 您先别出声了 还不知道呆子从哪弄到你 别笑了 你笑什么 二师兄 挺好 变 唐长老 开门 我去开门 唐长老 快开门 来了 唐长老 你让我开门 快开门 来了 快点 开门 唐长老 快开门 来了 清新 来了 我们要找唐长老 唐长老 唐长老 唐长老在这 在这 唐长老 我王传旨 请长老入宫 今天早上已经照见过了 为何又要传唤 我王请长老入宫 为长老践行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 那就走吧 请 徒弟们在此等候 是 师父 大唐圣僧到 来了 有劳陛下为贫僧践行 长老既是高僧定有慈悲心肠 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 太医用药 需要一杯药饮 劳烦长老 暂且医用 我乃出家之人 只身在外 身边没带什么东西 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饮子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一颗心 好说好说 和尚也听明白了 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不就是一颗心 来人 拿盘子来 给它拿来 是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 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 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 这和尚风病 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黑心 好 等我透出来 给你找找 叫我给你找找看 这颗是拜佛求精的诚心 这是普计众生的佛心 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 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 这是失智不移的忠心 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 都是好心 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这和尚羞得啰嗦 给我拿下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快走 仔细瞧瞧我是谁 是擒天大射 妖怪冒走 出来 人呢 怎么没人了 你们国王呢 国王 出来 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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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 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鬼 不是俺老孙来得早 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 知道吗 多谢 多谢 师父 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 怎么现在变的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 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 听说你要吃他的心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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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恕罪 请恕罪 快快派人到管义把我师父接来 老孙好去捉妖我 好 快派人到管义 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快去 是 老孙还要问你 那妖怪是从哪来的 快说 是 城南 柳林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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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猴哥 猴哥 你怎么不理我 理你 你来这干嘛 猴哥 师父呢 我怎么知道 猴哥 师父叫他们请进宫去了 有沙尸地在 师父叫我来帮你 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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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猴哥 猴哥 你这瞎拽有什么 这不在找妖怪吗 我这猴哥 你这聪明一世糊涂一世 怎么说 说 猴哥 你要找那妖怪 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 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对 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 就是吗 大圣 琉璃泊土地有理了 免了 我来问你 这有两个妖怪 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 就住在清华庄 清华庄 周围百里 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 大圣请随我来 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过来吧 快过来 大柳树 大柳树 大柳树什么 大圣 就是这棵大柳树 你围着树左转三圈 右转三圈 叫声开 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知道了 有劳有劳 都是 不必客气 走 过去瞧瞧 猴哥 怎么一股骚味 你也知道骚 你拿尿活泥弄得师父一脸的猪尿 猴哥 你都闻出来了 这孩子 什么事能瞒得了阿老孙 我告诉你 一会你远远的在那站着 我去叫门 把妖精引出来 你再帮我 好 走 别走远了 我说猴哥 你在那干什么 推磨了你 八戒 小心点 别叫妖精跑 好 好 不会有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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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动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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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血了 这树成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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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精